中國的清零政策現在可以講得上是對經濟有不少的傷害加上愛惠還有俄烏戰爭等等這些國際局勢是非常之緊張所以中國的經濟亦都是持續疲遠的 而這些土豪富翁的身家亦都連帶上縮了稅根據最新的胡潤百富榜顯示 今年中國有錢人的總財富和上年比是少了18% 而今次下跌18%亦都是這班中國富豪財富出現了一個叫做24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根據路透社引述的報導就說他在今日所發表的2022年胡潤百富榜顯示 今年上榜的中國富豪一共有1305人相比起去年下降了11% 總財富是3.5兆美元相較於去年衰退了18% 而億萬富豪的人數亦都減少了239人今年剩下946人 胡潤百富榜主席兼首席研究員胡潤表示 今年的榜單呈呈現了一個24年來最大的跌幅 根據這份榜單 今年新價暴跌最多的富豪就是碧桂園董事會聯席主席楊慧賢 他財富一共縮水了157億美元 騰訊創辦人馬化騰的財富跌幅是第二大 以146億美元在這份榜單上排名第五 而農夫山泉創辦人就以650億美元的身價繼續做首富 他亦都是名單上少數財富是正增長的富豪 相較於去年增加了17% 而字節挑動的創辦人張一鳴位居第二 總財富是350億美元 按年減了28% 至於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和他的家人排名第九 相較於去年就退步了4名咁多 這個榜單其實都反映得到 現在受影響的不單止是一般市民 就連是這些土豪富豪都有受到咁多影響 但是會不會有另一個可能性存在呢? 就是講緊咁他雖然在國內的資產是減少咁 但是好可能他們的錢是走出去外國 所以就令到資產亦都少咁 有些桌底下的錢未必那麼容易查得到咁 當然啦這個都是講阿笑咁講咁咁 大家點睇今集的內容下邊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咁拜拜 mobb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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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